在过去一周时间 中国在南部海域引爆核武器 成为了西方媒体报道的印象 经过一周爆料到自己人灭火的过程 美国人成为众食之地被全球谴责 中国在南部海域引爆核武器 最先造谣的是美国人一家媒体的网站 援引身份不明的军事消息来源 称中国在南部海域引爆了水下核武器 并装模作样地援引了一大堆 关于核辐射的数据 玄机这个消息在西方媒体中疯狂传播 有意思的是 西方一些自称是报道客观事实的 所谓权威媒体也开始粉末登场 不去证实就为这样的谣言摇提呐喊 但是这样的姿态让美国人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美国国防部的人站出来为这个消息辟谣 美国防部的人明确表示 没有迹象表示相关报道内容是可信的 这个时候俄罗斯也看不下去了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希尔盖·纳雷什金城 俄军已经对该谣言一再合适 所谓的中国在南部海域核报 就是子虚乌有的谣言 这是站出来替中国说话 这是全球核武器最多 也是核监测能力最强的两个国家 他们的军方都憋不住地说了实话 俄罗斯人长了美国人的脸 美军的人则是长了自己媒体的脸 当然 美军一向对美国媒体的态度比较有趣 需要的时候 就用美国媒体造谣 不需要的时候 美军三军统帅就天天骂美国媒体是假新闻媒体 一般情况下 我们常说谣言止于智者 但是如果这些所谓的智者故意造谣 谣言有时候不仅会在智者面前止步 且会为他们别有用心的利用 但是全球人士并不都是傻子 有时候谣言太假 让自己人都看不下去 就比如说美国国防部也出来辟谣 长自己媒体的脸 有评论指出 这样的军事假消息是美国的瘟疫 正在向全球闯破 这已经对人类构成了威胁 被全球遣词 有趣的是 美国三军统帅是这样的瘟疫中产生 另外 有评论指出了一个惊人的真相 他说道 美国的六大集团控制了全球90%的媒体 所谓的真相就是他们拿来欺骗群众的工具 在网络时代 美国人的谎言比以前容易戳破 他们的肮脏做法与嘴脸 也越来越真实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这次的谣言只是一次证明他们无耻的证据 Fake News已经成为美国人一个旗帜鲜明的标签 以后请注意 所有美国人说的话 都请先真别想 他们是不是在说谎